主席 主席 本席想邀请部长 部长请 来 杨委员好 部长您好 我想五度升格之后呢 每一位我们的市民都问我们 我们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我告诉他 我们人增加 我们钱增加 部长是吗 这个只是过程 目的是说改制之后 那个直辖市的功能变大 变强 行政体系提升 由限辖市来提升为直辖市 那提升为直辖市的目的 要做什么呢 就是加速地区的发展 加速地区的发展 这个过程是不是要钱 要钱 要人 要钱怎么办呢 所以彩化碗才要修正 彩化碗要修正 你做那个高雄市的 要比较我们台中市 海市我们 跟那小孩在当大人 又大人 又穿那小孩 哦 那已经已经真的 很辛苦 所以每个县市不一样嘛 所以 部长你讲到这一句重点 本市要跟你实际讨论数字 是 每一个 县市的情况不一样 你现在统筹分配款 依照94年到96年 你以高雄市 来自基础和標準 高雄市跟那个天气 哦 差不多35多至40多 哦 啊它的发展的形态 跟台中官跟台中市 夹起来的这个大台中 也完全都不一样 为什么本市要这么强调呢 因为数据会强化 这个数字告诉我 在五都里头 总平均数 哦 我说哦 别人比较少了 别人比较大 哦 台北市 每一个人平均或分配的 22,390 新北市 15,567 通关 13,886 台南官市 16,600 17,620 高雄官市 19,640 大台中市 13,300 13,490 部长 当你看到这个数字 我们要怎么样回去面对 我们两百六十三万 的大台中市市民 全都可以 所以本期具体建立 你这样分配 以九十四到九十六年高雄市的这个基础标准 本期不同意 我们做任务的事情 要看答案 今天答案 中都 是发展潜力最大的 结果呢 是所有的市民平均总分配 是五都敬培之末 没有 这要怎么交代去 部长 你听到这个数字 你心肯怎么想 这个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你们可能有些数字的说明 那个是最低标准 用15887 城堂人口 是最低的 然后再做一些调整 他基本收支的差短 他当地经营这个营业状况 很多的全数 炸营业炸叉短 炸叉短 炸叉短 也不可能把我变到五都之末 不会啦 但是他的成长 什么不会 数字就在这里啊 我台中 大台中市 你的总统统 三百五十六页 对啦 当然看数字是要看成长率是多少啊 当然是看数字啊 他的成长率 他的成长率 今天二二啊 二五就要加三天 没有到七十二点钟 哦 因为他的成长率又比较大啦 所以要看他的基础的问题嘛 没什么事情耶 我刚才特别本席特别讲了 台中市的发展潜力最大 所以你跟他说他发展更大 所以我给你噴得少了 哪有这种储娃条款 还有部长 因为我台中县 我们的劳健保还有农保 你这个三百五十六 本席还没有给你算入农保 我们农保本来不必 现在都要我们自己出百分之五十 这条二十人一罐我们还没算入 不定 这种分配基础 本身十堆没同意的 我刚才说 你现在要做行政命令把它抹落 找人这个行的 不是啦我想这个还是跟我在说明 刚才讲的是 你说的六十一% 我要你请教 日本人如果没有通过 你要怎么处理 你外院如果给你通过一个七十%的 要怎么处理 都最少补 还是少去补 财政收支化物法 你现在你用行政命令是要把它抹落 那个是过度时间按照现行的算法去算的 那不是财法法修正案 现行的算 当然啦 所以你过度时间你运用你的行政命令嘛 你怎样比也不可以给我台中市 比一个全国五都之末啊 不是啦 国比国平的国家的我也不可以这样 不是啦 刚才那是最低标准 最低标准还有加一些项目 要加什么项目 来 我们再来说 要加什么项目 我们好不容易 再三拜托 中央政府已定核定的 在我们直辖制成立之前 包括生活圈道路的 那顶就是照页顶 不可以七十八八 再丢来五十% 这一点要谢谢你 哦 我们一直努力也谢谢你 终于还是维持原来 维持原来的事 对吧 啊你该收喔 那我们管理的可以七十八% 现在通过五十% 最高上限 所以我们 我们还要移拨你中央业务的 哦那还多多 那我如果还给你抓走 我们刚才韩普都说 存十里 我升格一个直辖式 比原来不升的 只有十二亿 十二亿 十二亿如果再扣掉 那个我们的农保 哇 突然阿伯阿伯阿伯 找贵 倒壇 不止啦 应该不是那个数字啦 刚才已经委员讲了 今天倒壇 他那个 基本的是一个基础 然后再加一些额外的项目 像刚才想维持原来的补助比率 或者是说老钱买了什么加进去 实际上我都了解 数字应该不是 你刚才讲十二亿啊 我看这边算 怎么应该 数字会讲我啊 一条一条都算得淋淋 对啦 要算钱的我最厉害的 因为我整天都在托钱 是 所以部长 我们现在讲了 你以九十四到九十六 我们回归原体 你以九十四到九十六 你这个基础 我怎么断差 怎么算 怎么行动 我的所理就是平均论配 大台中心 我现在都要来宣团 大台中心最后一名 平均13,498 透这就可以了 本期在这边提出严肃的抗议 是 不可能这样 这个大台中心是 成定 最有基礎的 透了人这就可以了 不然很简单啊 来啊 我们两个来说啊 不然你资产都应用啊 在台中管这些 公有资产的土地 都挂回我们 大台中心的市政务啊 对吧 我说我们台中管好害人 用我们土地很少 公有土地 来 我们来监督 就像你讲的 要有 要有钱的来源嘛 没有错 那在我台中心市境内 我们的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请你全部 一并归完给我们 大台中市政务 所以这里就跟委员讲 财化法是 所有财政调整中之间的方法之一嘛 这一方就很严重啊 我只有只一一 就最后一名 我要跟你比什么 因为这个签是二十五个 签是一次相对公平的问题 我管我大台中市就管不了了 五都就管不了了 不管你什么在二十几万市 是 但是 我们现在讲五都的这个部分 五都的政培末座 你看你叫我怎么回去 寄我们的江山湖啦 没有啦 刚才所讲的单位数十一千 那成长率又是一回事啊 所以这要看基础嘛 所以是从至少比以前要好啦 要怎么会好 怎么会不好 当中加起来像十二岁 隔十二岁 隔十二岁 没啦 应该是更好才对啊 一定有增加嘛 怎么会有更好 对啊 刚才你讲还有其他的方法 你承诺这一句 我希望本市希望能够落实 一定啦 我们都是这样才去算的嘛 你再把详细的数字 再算一份给本市 没问题 好 啊你现在算出来 不可以交这筒 因为如果交这筒 本市一定大队来抗议 这个大台中市 当地要发展 我们来把平均分配 我们是最后一名 这怎么说就说不过 就像刚刚我们在经济委员会 八关农会的部分 我们要因地制宜啊 你今天会发展的 你要加投资一段 让这个地方 让蓬勃发展 才能够达到你资格 刚才所说的 是发展潜力多的地方啊 巧户难为五米之炊啊 没问题 你要怎么够炊飯菜 不可能嘛 部长 你看我们大台中要怎么 你跟我说一下 所以我刚刚也讲 就说财政调整的方法很多 才华老师之一 做土地也可以 重大经济机会也可以 土地也可以 本市具体建议 大台中市境内 国有财产局的土地 我们来申请 请归还给我们大台中市市政务 主要是符合公用的 都市发展的 无常拨用 就看一些条件嘛 看一些条件 这是第一点 第二 本市又来具体建议 你这个收得税 收得税 收得税你6% 我为了给你想想 收得税 增加来为10% 我们就可以去支付我们的劳建保跟农保 因为这个是台北市没有的 是高雄市没有的 管市管的地方才有 以我台中县 我农业县 我们必须要取悟出那么多 是异于其他的直辖市 蔡部长 所得税 交给我们地方的 在那次的 你不要只剩6% 剩10% 因为政府的差异就这么多嘛 想要分开地方 中央就没有钱啦 中央没有钱很多次就不用送 你还要求什么 你自己去求啊 所以大家一起来嘛 我们6% 你现在所得税 给我们分配的6%嘛 6%你来提升为10% 我们就会改过我们劳建保跟农保 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不是每一都 都有这个困难 因地自宜啊 我们刚刚荣卫也说啊 应行政区域自行调整者 不在此限啊 对吧 不然人家的财产 你要叫人家怎么处理 好不好 所以第二点 本期具体建议 所得税 6% 你来改为增为10% 影响中央的这个裁员 影响中央的補啦 你这家贵母很会補的啦 你放心啦 对吧 第三点建议 这个额度 这个额度会不会再增加 因为政府的差别这么多 统筹考量之后 当然必须做调整啦 啊所以 你现在唯一 你敢来想的 公债 提高上限 让他们再去救急 但是我们马上面临大台中市 一个问题 我现在 我现在有一个困难 法位修以前 我的举债空间等于0 那我要怎么处理 台中相对来讲 财政状况 你算是不错了啦 我们的如果在法位修以前喔 我法位修以前 我的债务金额 平均负担是2.27万啦 所以总统累积大概600亿 600亿等于如果法位修以前 我等于是举债空间是0 你看我们要怎么生活啊 部长 所以你生活都半途的 所以本期具体 将我们整个的财务状况 齁 来给你说明 是是 所以我这样因为时间的关系 齁 所以我拜托你 第一 一九十四年到九十六年的 这个高雍市的基礎 本市絕對不同意 請你上市 把这个收入再加算给本市 齁 我们一起来建构 是 大台中市的健全财务 對 好不好 應該的應該的 好謝謝 盡量謝謝 好